今天下午會由兩屋廳長途落到回頭 前提S-Rub, Canterbury, Canterbury 和 Carola 診施 必須三方服務處說 今個三方季節至今合奮分為一萬平方 高利同理,補救三方的費用超過三億 過三四小時有十鐘新的三方 兩種是不人為因素,兩種有小便人理 其餘三種的原因就未明 另外散火服務處說 S-Rub已動十三公里再發生散火 火上面值兩公頃 正如一條龍目撲目到六萬元 現階段未知起火原因 消防實力官說 並且消防員昨日無控制支援進來撲斗 預料今日會有更多周圍協助破舊散火的工作 S-Rub區域局說 雖然山火範圍在岸地點 它們仍然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 以及準備隨時在暴險狀 169民附近的山火 歷史近1,000在文書山 其中受影響的263萬元有600人 已經落準返回家庭 不過仍然有400人未能夠返回家庭 請坐在那近推密局說 山火上星期四 在吉隆拿爾東20公里發生 火長面積465公頃 一度迫近民居幾百米的範圍 不過直至現時為止 沒有接駁任何畢業算為的報告 國際實物方面 中間邊境女士局務結束 就慢走報道 印度外交部表示 從中國透過外交錯商之後 雙方同意撤走在兩國邊境 動浪地區的軍隊並馬上執行 聲明看到 印度方面向中國表達了 他們的看法和關注點 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華術也表示 印方越界人員和設備 下手兩經理 全部撤回邊界印方一則 中學人員在現場確認 中學將會繼續按照歷史解約規定 使主權權利 維護領土主庭 華春瑩重申 中國重視發展和印度的 無論友好關係 希望雙方在互相傳統領土主權的基礎上 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寧 東朗地區 圍於西藏的地區的 亞洲地區的亞洲地區 互相傳統領土主權 中國在6月中 修建由亞洲地區 逃往東朗的公路 印度軍方前 那套屬於喜馬拉雅沙小國不單的領土 派出200多人和退土機 去到施工現場和街坊軍追市 中學就堅持 那套是中國領土 美國家 Commons 新舉的名字 沒有免選 交警局 engineering 拿着